十一假期期间 外出游玩成为许多人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方式之一 除了游览风景名胜 许多游客也来到田间地头 在这里一边感受乡土的气息 一边享受丰收的喜悦 国庆长假期间 许多游客来到素有稻田化之香美誉的沈阳沈北新区西伯隆地 在金灿灿的稻田中 在美妙的伴奏下 人们亲身体验了镰刀收割 走进稻田迷宫 在一片祥和喜悦中享受假期 我们今年在这个整个我们的稻田中 我们把舞台搬到了稻田中 我们做叫做大地音符 稻田狂欢 让我们的所有游客跟我们在一起 坐在这个秋天才能做的一些 在稻田里边的一些狂欢活动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钢琴也搬到了我们的这个稻田中 可能两者它是比较不一样的这种形式 那我们做一种美的美和这个大地的一种这个结合 让大家也能来感受到丰收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这个大地的艺术 除了在稻田中聆听音乐外 占地150亩的巨幅三地稻田画 我爱你中国 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 当地农民通过创意农业的方式 将万里长城 中国高铁 腾飞巨龙等中国元素一一呈现 大地为画卷 央苗为画笔的场景 让游客们嘖嘖称奇 我看了就是那个高塔下面的那个稻田画 特别壮观 正好庆祝那个祖国七十周年嘛 又试穿了那个民主服装 喜伯主体服装 特别漂亮吧 就是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据了解 除了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县里的 我爱你中国外 还有流浪地球 我心永恒等多幅道田画 供游人欣赏 此外 道田画的最佳观赏期将持续到十月下旬 更多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